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 针对美国加拿大 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于3月22号对中国新疆 有关人员和尸体 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 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 自由委员会主席 曼钦副主席伯金斯 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 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 实施制裁 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 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 同上述人员交易 或同上述实体往来 同时此前中方对美方 在涉疆问题上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人员的 制裁仍然有效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 认清形势 纠正错误 停止在涉疆问题上 搞政治操弄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否则必将玩火自焚 好 贺ords 匀 未经许 让 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